在泰州 农贤史舞狮子 下一层跳不上去了 有点害怕了 最难的就是这个 狮兄在王师傅的肚子上倒立 我这只小狮子已经准备丢去了 很好吧 我是感觉我的动作挺奋拙的 农芒史仲阳梅 今年这90颗就能够赚50万 山清水秀 自己沉浸式官铺体验 感受乡村时尚生活 我帮你关注乡体赞些 我要脱力赚一赚 田津抵头 一进来就成功地采到了一个胶白 品尝胶白丰收滋味 这个能吃到胶白本身的那种甜味 《软缝的家》心里进入 《银海看中国》第18集 《山海之间美丽家园》正在播出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沿海看中国设置组 继续台州的行程 现在我们身旁就是台州湾了 能看到有很多的渔船就停泊在海面上 当地人和海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再往远处看就是交江入海口 台州这个地方多山脉多丘陵 所以这里是贝山面海山海相依 既有海的广阔又有山的灵秀 很多的历史和故事就发生在这山海之间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将顺着交江 逆流而上走进这山海之间的台州 西山二水一分田 山海并茂的台州是浙江地性的缩影 发芸于浙东南第一高峰 阔桑山天堂建的交江 是浙江省第三大河流 这条全长206公里的台州母亲河支流众多 连接着台州的群山与海洋 丘陵和平原 我们来到上游的永安溪 初春时节 潺潺的流水 两岸刚抽出内崖的柳树 充满生机 我们听说就在永安溪盘 临海市里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黄沙狮子 入选即将举行的杭州亚运会的 开闭幕式暖场节目资源库 我们驱车来到白水洋镇的上游村 开始了 我们来到了上游村的一个干净整洁宽阔的这个广场 一来到这儿就看到村民们已经开始排练了 这就是黄沙狮子了 在这个广场中央当地这个村民 用桌子搭起了一个高高的架子 正在排练呢 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很有趣又比较高难度的表演 我们先欣赏欣赏观察观察 黄沙狮子又叫上桌狮子 武士的人要在堆叠起来的桌子上做出跳跃 转身翻滚等高难度动作 顶层的桌子四角朝天 一老一少两个表演者头顶对立 为观众展示各种高难度动作 伴随着颅骨伴奏 狮子的喜怒哀乐 以及威猛机灵的性格 被表演者展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最后一身古典落下 一轮排练也接近了尾声 我们在广场上找到了省级传承人王健老师 我看整个这个表演过程当中 您都在一直在悉心的给他们一些指导 还挺严厉的 因为这个东西嘛 设置到每一个人的自己自身的安全 也是为了这些 所以必须要严厉 在我们眼前 十六张八仙桌叠成五层高的表演台 王健告诉我们 在历史上 黄沙狮子最高层数有九层 需要四十六张八仙桌叠成 要在近十米的高台舞狮 并保证安全 桌子的摆放极其重要 咱们桌子啊 安全的保障 这个起着最关键的作用 就是咱们自己的稻草去编制的 为什么圆形的呢 不弄方形呢 也就是圆 它始终置这里边 不会往外掉 咱们传统的地方 就是必须要用这个 我能尝试它推一推吗 你推不动的 我试一下 因为是不太安全吗 可以推吗 可以推 你就推不动的 如果你能推动的话 就不安全了 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在表演者上这个桌子的时候 也是会有一定的力 给到这个桌子 对 就像我这个力 我轻轻推它一下 它会有一点点的动 但是我已经很使劲 就在这个点推了 对 它无非就是一个几毫米的偏差 对 所以说这个垫子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就是它始终在这个圆形 在垫子里边动 不会爬到外边 眼前的桌塔让亚鹏越越欲试 为了保证安全 在体验之前 王老师为亚鹏做了示范 可以 就是这样上 对 有点像青蛙的跳跃 对 我先尝试一下 下一层跳不上去了 有点害怕了 站在这一层有多高 两米左右吧 已经将近三米了 已经将近三米了 一般咱们是会有一些跳跃的 一些表演的对吧 难度最高的就是这三米 我慢慢地尝试着 登上这个桌塔 就算今天挑战成功 好吧 我觉得这个表演 还是个头小一点点 更灵活一点 我有点过于笨重 好 成功登顶五层 王师傅 平时你们两人表演的时候 怎么活都能开 各有各自的分配 到自己的定点的位置的 不是说以上来都是 就是瞎挤着 一上来就是自己 每一个人做自己的工作 就能互相配合得了的 黄沙狮子十分考验团队配合能力 初学者通常要练习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才被允许上桌训练 在桌塔的最高层 王健和他的师兄 要为我们展示表演中最高难度的动作 仰天树 最难的就是这个 最难的 最难的 我就还是把住就好 对 你就往下拉都可以了 嗯嗯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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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特别好你的娘 要量力而行啊 量力而行 量力而行 哇 哇哇 这个太难了 太难了 这个是要这个师兄 在王师傅的这个肚子上倒立 这个对于王师傅腰腹的力量 要求是非常高的 太厉害了 尤其是我站在这个高度 我看着都害怕 不要说让我表演了 我们先下去好不好 先下去聊啊 回到陆地的感觉真好 王师傅他们太厉害了 他和他的师兄 今年都已经50岁了 还完成了在这样的五层高打上 进行两个人这个倒立的合作 最难的是在肚子上倒立啊 这个对于腰腹的力量要求 真的是太高了 嗯 是 嗯 但是 还是感觉有点吃力了 嗯 对 年纪毕竟有点大了嘛 嗯 快30多年了 现在这个 表演完声音都变了 所以大家能足以看出来 黄沙失舞是多么难的一个表演 对吧 他是需要非常费力的 高 显 南 是黄沙失子的主要特点 这也是他入选亚运会暖场节目资源过的主要原因 黄沙失子历史悠久 相传北宋年间 有位叫杨显呛的全师 到北方学习武艺后 回到白水阳开设武馆 在给弟子传授记忆的过程中 他把武术和武师相结合 开创了《狮子跳桌功夫》 后来这种北师男舞舞舞结合的记忆 又成为节日祈福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流传至今 北师他看起来都是有些凶器的 他男师的最大的区别 就是一个带毛的一个是带灵片的 那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 体验了黄沙失子的上桌功夫 亚鹏还想体验一下平地舞势 亚鹏舞狮头 王老师为他选了一位狮伟搭档 现在我这只小狮子已经准备就绪了 王师傅接下来怎么舞 好 那咱们先一个简单的跌码 交叉组 对 交叉组 对 像这个就是叫跌码 嗯 咱们转会快一点的话 就 哦 就可以了 对 是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还有一个就是加上难度呢 嗯 就是一个滚翻 滚翻 那你肯定还是做不了的 那我就 您给我们展示一下 呃 示范一个 好 呃 感觉做不了 但是我能尝试一下吗 可以的 这样子哪个垫子 这样不疼 摄的就摄到也不疼 没事 疼就疼了 嗯 传承 那还有一个呢 传承中国非物质融化遗产 怎么能怕疼呢 对不对 还有一个呢 嗯 掌握一点啊 嗯 这里落地 嗯 不要背落地 背落地是很疼的 咱们肩是软的 我慢慢来 对 好吧 先 躲一下脚 为什么躲一下脚呢 跟后面的是打招呼 嗯 我说这 准备 你走 哎 我甚至觉得躺不下去 这个有点难 往下蹲 往下蹲然后再走 就可以了 往下蹲 对 哎呀 我这个尝试有点这个骑虎难下了 我觉得我打完成不了 好 我的 我的 我的搭档 在 我往哪边滚 你知道吗 你蹲哪一只脚 他就往哪边 啊 我蹲右脚就滚右边 对对 等我先试一下啊 嗯 很好吧 还行吗 可以可以 我是感觉我的动作挺笨拙的 不过成功的完成了转了一圈啊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王健现在把主要经理放在传承这奖飞翼项目上 现在师队的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 不少学生都是自愿来学艺 这让王健十分欣慰 临近中午 武师队结束了彩排 王健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 我们发现 原来他的妻子和小儿子也是黄沙狮子表演的参与者 这栋是您家的 给大家看一下王大哥的房子 三层楼顶还盖了围栏 是天台也可以上去 房子是新盖的吗 房子盖到08年盖的 08年盖的 对对 就是15年前 对 可是为什么还在装修 大的儿子也在结婚了 给他弄个新房 也是开始装修的了 马上 对 儿子要结婚 大儿子要结婚了 对大儿子要结婚了 这回准备了多少钱给儿子装修 那也不多 准备了二十万 一点吧 看得出来王大哥这两年赚到钱了 我想问问 家里的现在的主要经济收入是靠什么呢 包括是我也一样 我们成长也一样 整个的收入都是靠 洋梅跟甘葱 林海的特色美食很多 王健的妻子侯大姐 准备了白水洋人爱吃的麦饼 来招待我们 吃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吧 这已经被我打开了 里面有肉对吧 肯定有肉 肉 鸡蛋 葱 梅菜干 还有呢 还有萝卜丝 味道是不错的 饼表面是酥脆的那种口感 嗯 嗯 你看现在侯大姐也在做这个黄沙狮子的表演啊 嗯 什么时候加入的 我在早五六年之前刚加入的 刚加入 嗯 可是王师傅已经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六年前才选择加入 以前嘛 以前嘛 不是刚结婚 那家里的收入都很少的 嗯 他去 我都要跟他吵架的 那家里要 要吃饭 两个孩子是吧 所以以前经济条件一般的时候 也没有那么支持他 嗯 主要是吧 是他自己劫持了 他的劫持 嗯 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那我没办法跟他了 所以就妥协了啊 既然拗不过他 不如就支持他 那现在六年了 喜欢上了吗 说真的还真有点喜欢 真的 看来还是一个有感染力的 这个传统的文化项目 嗯 王健有两个儿子 刚从青岛退伍回家的小儿子 王天宇 从小就在武师队训练 我特别想问你的这个感受 你读书是在外地 对 当兵也是在外地 那感受了村子以外的生活 你未来想选择哪种 哪种生活 未来的话 就是先出去走走吧 嗯 如果外面的发展不好的话 不管怎么样 家里还有个后奔嘛 就是 如果在外地的话 黄沙狮子传承该怎么办 我们这一代接班人挺多的 哈哈哈 立马这个锅就甩给师兄弟了是吧 一样的 王沙狮子作为 嗯 怎么说呢 王沙狮子不能局限于 咱们白色羊 这一块 我希望 不归到每个角落都能把自己的家乡的村子 的东西往向外发展 嗯 别的好的东西也收入到我们自己在里 在上游村像王健这样的家庭很多 农莽使种羊梅 农贤使舞狮子 上游村从1985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羊梅 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 如今种植户平均年收入有7万多元 王健带我们来到羊梅大户罗昌海的种植基地 这也是上游村第一家大棚羊梅基地 您好 这个我们上午见过 也是50队的 对 老队有了也是一个 罗昌海家一共有400棵羊梅树 它花费50万元 在这处山坡地上建起的大棚 里面有近百棵 我们来时 有一部分羊梅已经揭出米粒大小的过世 这些羊梅5月下旬就能上市 比露天的羊梅要早上市20天 拍摄期间 罗昌海主要的工作 是给地势较高的羊梅树人工授粉 拿一点点粉 对 这么一点 这么一滴滴就吹得很那个了 它这个粉本来就是跟灰尘一样 它是吹起来很高的 我能明白 因为它在这个山上室外的话 风一吹都能受粉 自然刚才我们这一定能够达成 它受粉的这样的效果 对对对 我能瘦一下吗 可以 可以啊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给这棵树受吧 完成吗 完成了 罗昌海告诉我们 每一棵羊梅树需要进行四次授粉 因为是第一年尝试大棚种植羊梅 因此每一个步骤它都格外卸植 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前 罗昌海的大棚羊梅已经上市 六七千斤的羊梅 能为它带来近五十万元的收入 太阳已经落山了 我们也要离开上游村了 这是一个农忙有盼头 农贤有生活的村子 农忙的时候精心地呵护这些羊梅树 它们可以给村民带来丰厚的收入 而农贤的时候呢 无起黄沙狮子 既强身健体又团结灵力关系 还可以传承家乡的文化 而村民生活的这两部分啊 现在可以给他们生活 带来更多的骄傲和荣誉感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羊梅可以通过空运 运送到更远的地方 被更多的人品尝到 而现在的黄沙狮子 也已经走上了更大的舞台 被更多的人欣赏到 山清水秀 自己沉浸式官铺体验 感受乡村时尚生活 帮你关注乡地站一下 我要偷地站一站 田津抵头 一进来就成功地 踩到了一个胶白 品尝胶白丰收滋味 这个能吃到胶白本身的那种甜味 远方的家信里进入 《沿海看中国》第18集 《山海之间美丽家园》正在播出 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胎州 地质地貌多样 我们前往胎州西北部的天胎山 胎州因天胎山而得名 多次的地桥运动与流水侵蚀 造就了天胎山秀丽的山水 这里不仅是徐家客游记的开篇之地 还是无数文人默客神往之处 问我金河市天胎仿石桥 这是唐代诗孟浩然来到天胎山所作的诗 诗中所说的石桥呢 自然不是我们脚下着的石桥了 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手势往这边看 这就是天胎山著名的石梁飞铺 这是一座天然的石梁 铺以梁骑 梁以铺险 那这个地方自古就是来到天胎山游玩的人们 必须要来的一个地方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壮丽的景色吧 从石桥上远观瀑布 山 水 石 奇妙地结合在立起 走近瀑布 深入雷霆 色如双雪的石梁飞铺更觉震撼 这个位置快去体验一下 那是VIP专座 最好的位置给我们的VIP 我们接下来感受一下石梁飞铺的四地沉浸式观铺体验 真的这个位置很不一样 忽然间就来了一阵风 是的 我们在其他地方今天是没有风的 但是这个地方 风被水流瀑布带着冲下来直冲你脸上 还有细碎的水珠 特别舒适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现在阳光照在我的脸上 真的能带来我很多的联想 这个景观真的是很美的 我蹲下来大家抬头可以望一下 现在太阳就在瀑布顶端的那个尽头 好似这个瀑布就是从天上而来 现在我就是身处一场雨 抬头呢 是一条银河 西荣奇告诉我们 夏季风水期的时候 瀑布的水量是现在的三倍左右 是当地人避暑纳凉的好地方 山里不仅风光秀丽 西水里还能看到瓦瓦鱼别有野趣 小时候我们还会跑到这样山上来 拿着那种大的水桶 来装这种山泉水回去 然后家里的泡茶 或者是一些饮用水就可以用那个水 长大之后就可以来 给来这边游玩的朋友们讲一讲家乡的故事 对 介绍一下 这个水确实非常好 非常干甜 石梁飞浦落差约有三十米 沿着小路我们来到瀑布的上方 一条长约七米 宽不足一米的天然石梁横跟在山间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石梁的身边 看 这就是我们在下面看的非常神奇的石梁了 上面还有刻字 对 这个石刻是人为的 这个上面的石刻是前渡又来 意思是说之前来过 现在又来了一遍 我们走近看一下这个石梁的正上方 刚才荣奇告诉我 徐霞克当年就从这石梁上走过 顶部是很显的 只有中间这耸起的这一道是能够走人的 两侧是一个斜坡 这个坡度还挺大的 一失足就会掉下去 是的 非常危险 上面还遍布了青苔 特别的滑 但是徐霞克当时真的走过 他回去之后还写了 在邮寄里面写到 鱼从梁上行 下看深潭 毛骨接耸 他也非常的害怕 那他胆子挺大的 不仅走过去了 他还在石梁上往下看这个深潭 非常的有勇气 我来看一看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现在就像是站在没有栏杆的 十多层楼的楼顶 所以现在景区也提醒游客 请勿攀爬 一定不要尝试是很危险的 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真的走到这个石梁上 才感受到了它的险 它的绝 同时我也真的很佩服 这个古人的探险的精神 神奇秀丽的风景 让天台山称为 台州知名的旅游圣地 也带动了周边村壮的发展 我们来到附近的塔后村 这里通过举办音乐节 待望了乡村旅游 民宿 直播 在台州远近闻名 来 亚方 这位就是我们塔后村的村书记 陈孝敬书记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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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 你们村子很漂亮 谢谢 谢谢 尤其是一进村就能看到很漂亮 塔后两个字 然后整个道路很整洁 那边是一个家门口的集市 对 是周末会有 这是我们专门设计的一个周末集市 就是把村民家里一些农户产品 包括天台的一些土特产 包括一些文创产品 在这条集市间上进行售卖 陈书记告诉我们 为了吸引年轻人 2022年村里投入100万元 打造乡村直播平台 除了户外的共享直播间 村里的文化礼堂内 还建进了一个更加舒适 专业的直播展示中心 我们正在直播是吗 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称立的那个张大姐 你好你好 打扰了 没事没事 没关系吗 没关系 那我就过来看一看 没关系 走进一下张大姐的直播间 我叫张姐 爱勾针 有20多人在线观看 您直播的内容是 我主要就是勾针 教大家勾 勾针 勾的披肩啊 衣服啊 张大姐的直播是不露脸的 是通过这个摄像头 我不露脸的 对对 在拍这个手上的画面 对 拍手上的画 那我通过声音跟大家打个招呼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嘉兰们的记者 孙亚鹏 今天来村子里 刚走进来村子这个直播基地 就见到了张大姐 打扰大家一会不要介意啊 不会的 不会的 姐妹们都挺好的 我看有人互动的 他们说 记者同志下午好 欢迎欢迎 好的 谢谢幸福满天飞 回应了我 张雪芬今年60岁 从小跟长辈学习勾针的手艺 她的所有作品都是自己原创设计 2022年国庆节开始 她通过直播跟网友交流勾针记忆 半年多时间里 直播间粉丝数量增加到2万人 上底关注下底转 小王从里转一转 哈哈哈 看着这个直播的这个 术语多么的溜啊 学的 这些都是慢慢慢慢学之 列出来的 不错不错 那现在直播会给您带来一些收入吗 收入也有 现在还不多 嗯 因为我们这种 卖的勾针这一块 说老实话 就是说 它这个利用不怎么多 毛细利用也小 然后一团毛细 这个一两块 它赚的利用不多 就是直播其实目前还没有带来很多的收入 没有很多的收入 那支撑您每天都直播 每天都做的这个 那是我确实太喜欢这个 整天跟姐妹们在这聊聊天 反正我在家也有够的 我经常说 我说把喜欢的事做成生活 嗯 也落在其中 就是说 哈哈哈 这种生活状态太好了 那我们就不打扰您直播了 这个直播间的您的姐妹们 还在等着学手艺呢 那我们走了 陈书奇告诉我们 塔厚村最热闹的时候 还是乡村一月节举办期间 乡村一月节每年7至8月举行 从2018年开始 至今已经举办五年六届 最多使于能吸引30万游客 开民宿做餐饮 乡村旅游的热度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回乡发展 在塔厚村 就有一位年轻人 从深圳回乡 做起了创意小馒头 打扰了 真热情 我们一来就尝尝尝尝 这是什么 叫什么名字 猪油渣葱卷 猪油渣葱卷 你蒸这么多是销售 别人定的 别人定的 那有多的了 吃 好客人 卖了做一整锅 卖完了 现在这个地方 好好好 会不会有点烫啊 可以 烫一点好 这个馒头烫呢 我们那边就拍一拍 看到这个馒头特别松软 这个是他做的其中一种 它有很多的这种花样 用蔬菜的颜色 这么有味道啊 好吃 多吃点 他刚才 特别期待我的品牌 好吃吗 刚出锅的 咸味的 葱油味的 然后会有一些猪油的味道 很香这个馒头 齐喜燕 北村里人叫做馒头姑娘 她做的创意小馒头颜色丰富 品种多样 造型独特 深受小朋友喜爱 哇我们看一下 这么多可爱的小馒头啊 而且颜色非常的丰富 做给小朋友的 对 为什么有这样的设计呢 因为小孩子不吃蔬菜 然后卡通的比较好看 有诱惑力 我拿起来看一下 我刚才已经洗过手了 就拿这个小兔子吧 今年是兔年 而且这个小兔子非常可爱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小兔子 不是简单的做了一个兔子的造型啊 是有很多设计在里面的 包括这个粉色的蝴蝶结 红色的鼻头 这个粉红的脸蛋 以及黑色长长的睫毛 还真是挺好看的 小朋友应该很喜欢 喜欢 这是你自己设计出来的 就是我是在网上看那个造型 然后自己捏 剪 所以自己去网上学习 对 那这些颜色是怎么来的 颜色是 像那个黄色的就是南瓜 绿色的菠菜 这是南瓜 对 特菠菜 这个是仙人掌果 品种还是很丰富的 我们还有别的 有糯米蛋糕 还有那个红豆卷 这些都有 特别是过年的时候 我们再做点福袋 元宝 像夏天的冰块的 每个款式都不一样 2015年 为了方便照顾家里的老人 齐喜宴回到老家塔后村 开始创业 随着村里旅游业的发展 它的馒头名气越来越大 北到黑龙江 南到海南 都有它的客户 所以这样的馒头一年 能卖多少 好的时候 我算过一年 好的时候 一个月也 两万也有 两万多 差的时候几千块也有 这个不一定的 因为有淡季旺季的馒头 那看来馒头 能给你带来不少的收入吧 对对对 因为我一家开支 都是在馒头上 走出齐喜宴的馒头工房 天色渐满 灯光照亮了塔后村的街道 一出来村民们开始放起了烟花 现在我们身后的景色很漂亮 烟花之下干净又整洁 安静又美丽的乡村夜景 看得出来旅游业真的给这个村子 以及村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改变 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初到天台时 我说这里是徐霞客游 这个开篇之地 看来在这千百年来 这神奇又秀丽的天台山景色 真的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很多很多 可以是文化 也可以是财富 而这两者呢 其实并不矛盾 就像我们今天来到塔莫村 它这里既扮音乐节 又扮美食节 还有这么多漂亮的精品民宿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呢 就是一个时尚又现代的 美丽新乡村 田津地头 一进来就才成功地采到了一个焦白 品尝焦白丰收滋味 这个能吃到 焦白本身的那种甜味 远方的家心里进入 《沿海看中国》第十八集 《山海之间美丽家园》正在播出 发源于阔桑上的焦江 在台州的山间流淌200多公里 在流入东海之前接纳两条支流汇入 天台县的史丰西 和发源于台州市黄岩区的永宁江 从史丰西畔的天台县出发 这一站我们前往永宁江畔的 台州市黄岩区 黄岩物产丰富 这里不仅盛产蜜菊 也是浙江著名的焦白之家 我们来到北洋镇的关傲村 村民蒋梁镇的焦白田里正在采收 我们已经换好这个水鞋了 可以下了 您先下打个要 我先下 我也要慢慢来的 还是挺深的 对 你要当心的 我们穿的是这样的 带裤子的水裤 水鞋带着水裤 下来大概能摸到 我的膝盖这个位置 膝盖已放了吧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是焦白的这样一个大棚 把盆子都已经掀掉了 为什么掀掉了 因为温度有点高起来了 像我们把盆子掀掉了 像这个焦白了 你摸一下 下面就有了 就有吗 对 你摸一下 怎么还滑下来了 你当心 焦白种这个吗 这个 这个 你摸一下 下面肚子都大起来了 那我能把它拔上来吗 你可以把它扭一下 扭一下 哇 看 就一个了 对吗 大大的焦白出来了 一进来 就成功地踩到了一个焦白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就是焦白了 形似葱 细细长长的绿色的 但是我们能够很清晰地看到 它的下面这个部分呢 是发着白色的 我们把叶子打开的话 里面就是那个白白嫩嫩的 这个扒得有点像 像什么 像笋一样 像笋 有一种清脆的声音 对 像我们就这样子 就展示 就吃这个部分 对 把这个根拿掉 这个都可以吃了 它的这个形状 真的像笋一样 下宽 上窄 表面呢 也是一层一层的 一截一截的 它这个截 都是把刚才这个叶子扒掉 留下来的这个根部 所以蕉白这么大的一株 长大概有一米高 能吃的就这么长 对 这有多少 这有一两吗 一两有的 有的 这能炒一盘菜吗 搞一点肉 就可以了 两根蕉白就一盘菜了 蒋良真2008年成立蕉白合作社 种有500亩蕉白田 听他介绍 以前露天蕉白很多 现在有了大棚种植 春季也可以吃到鲜嫩的蕉白 对 我们拿清水 稍微地清洗了一下这个蕉白 嗯 蕉白好不好 品尝了才知道 对 尝一下 你去尝一下 咬进去了 有一种甜甜的感觉 嗯 里面是乳白色的 吃起来是脆甜的 水分非常的足 我们可以稍微地清蒸一下 很好吃 像那些年老的人 他说这个吃起来了不腻 很结糊的那一种 这个就很清新 很油腻的 吃起来很清新 蕉白的采摘时间非常重要 八分成熟口感最好 为了保证采收速度 多年来他都是从贵州请来工人帮忙采收 他是贵州的 他在我这里呢 盖了十几年了 一直他都死了 他们这边了 亲戚带亲戚 亲戚带亲戚 带到我这里来的 最多的时候要三十 像去年的时候要三十五个 差不多 三十五个 我一个大巴车去把他接过来 转车去把他们接过来的 这个故事 我对他们 听起来还挺奇特的 对 周白完了他又送我们回去 我们老板娘 这是包接包送 包送的 接过来要在这边待多久 住了六个月 回家休息两个月 然后再接回来 下半年的交白 忙完之后能赚多少钱呢 赚个四五万差不多 四五万 六个月 那还挺好的 可以的 收入 他没有其他的费用就没有了 因为我这里 包吃包接送 交白在当地有水中人生的说法 好的交白圆润饱满 光滑洁白 这几年来 从浙胶二号到浙胶十号 通过对交白品种的不断改良 交白的品质越来越高 我们是这样子的交白了些分解出来 然后我们这里有四根交白的话 这个是全白的 那个白度高的 就另外张一对 像这个有点青的 有点黄的 另外挑起来 卖次品 这个能明显看出有一点点黄 这还有点发绿 对吧 这个是我们采交白的时候了 当时的时候没有看到 掉在铁里面了 然后第二天采过来 它就已经老了 就差这么一天 对我们所谓采交白了 不管什么时候 今天要采的交白 哪怕是采到中午加班 都要赶出来 都要采完 这个就是 价格呢 价格差多少 价格外 价格差的很多 像这个我拿回去卖的话 能够卖个八块钱一斤 像这个只有四块钱一斤 差一倍的 就这一天 对 差一倍的 那品质不一样 那太可惜了 吃起来真的会不一样 不一样的 这个吃起来有皮的 这个吃起来嫩嫩的 没有皮的 所以对于交白来说 采收的时间特别重要 是 很重要 除了本地的500亩交白 蒋梁镇的合作社 还在广东承包1000亩土地 种植交白 广东交白成熟时间早 这样能确保全年供应 我们身后这辆大火车 装的就是前一天 广东基地才说的交白 这刚刚运到的 我看车刚停下来 这一包是11.5公斤 打包的时候 每一个打包工 我们就是怕它 把那个次品搞进去 所以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合格政策的 叫他们要自己看一下 谁打包的打工都有 这个打包公号陆思敏 对 如果这一包交白里面 有品质不好的 我们可以去找它 就是从您这买走的人 他就来问你 这包不好 对对我们就凭这个小票 去问那个打包的人 我们做生意了 你假如那个品质不搞好的话 不单是一包两包 我们买出去的 都是一天一个大车 像我这个大车 有时候甚至一天 卖两个大车的 一车多少斤 一车要五万斤差不多 一车五万斤 对 好的时候一天 要卖十万斤的胶白 十万斤 那他们都卖去哪里呢 都卖去 像我们泰州这边 陆桥 郊江 广野 还有我们林海那边 两车加起来 十万斤的胶白 不忘别的市运 泰州本地就去 泰州就能卖掉了 那泰州人 简直太爱吃胶白了 蒋良真邀请我们 到他家里做客 手脚马里的他 用自家产的胶白 很快做出几道菜 招待我们这些 远方男的客人 蒋大姐做了一桌 胶白宴 四道菜全都是用胶白做的 对对对 这个是油焖胶白 这个是清蒸胶白 这个胶白炒螺丝 这个是凉背胶白 尝尝看 胶白炒肉 这种泰州非常家常的做法 胶白这样炒起来 有点像藕片 还是有点像 像那个年糕 当地的年糕片 对 当然我们焦白炒 年糕很好吃的 嗯 不错 焦白炒完之后呢 它的这个脆感 还是保留住了 另外就是这个肉和它一炒 有那个油香 进入到焦白里面 这个是清蒸 蒸起来吃 蒸过的 像我们有些老女人啊 可以来吃这个 蒸一下酱油 这个特别像这个 在台州吃小海鲜 这个酥一点 吃海鲜也是把皮一扒 然后虾呀什么螃蟹呀 就蘸上去了 这样就酥一点 最终是原汁原味的 这个能吃到 嗯 焦白本身的那种甜味 还没有什么 在家平时也是您做饭 嗯 我做饭的 嗯 那谢大哥 您平时负责哪些工作 我负责铁粒米的工作 海鲜啊 嗯 从一开始生长到 到人一开花 好像结果 才做的 嗯 所以平时你们俩 就是管这个焦白的话 谁付出多一点呢 他付出多一点 他辛苦一点 我我为你也是 就用嘴巴说说 看的事情比较轻松一点 他比较累一点 蒋梁珍和丈夫谢文君 结婚25年 夫妻俩把合作社 打理得津津有条 蒋梁珍说 他在做书彩批发生意时 发现市场上的焦白供不应求 萌生了自己种焦白的念头 第一年租了多少亩 第一年 八十多亩吧 一百亩缺一点吧 哇 那你们俩胆子挺大的 那个时候我们在那边 买焦白的时候 感觉了那个焦白了 市场上比较缺乎 然后我们也开了好几年了 刚好碰到了我们这个村了 他们了 年轻的劳动力都往未流了 我们这边土地荒废的很多 都是涨潮的 然后我把它 好像啃荒啃起来一样 把它翻起来 那算是一举多得 对 焦白田从原先的一百亩 发展到现在的五百亩 随着种植棍物扩大 蒋良真也称了村里的 致富带头人 焦白合作事搞起来的话 我可以把包装的 可以把年龄大的 在家里 固体贴劳 他们在家里带小孩的 能够创造上百个就业的岗位 对 像他们本来是低保护的 没有收入 他可以在我这里 应该占个三十万 四五万都可以 因为好像都已经脱贫了 还是不错的 大家都一起自负了 好像他们过年的时候 一家都是乐呵呵的 我觉得这个共富就是互帮互助 有的人虽然先富起来了 有的人虽然晚富起来了 但是我们富起来 都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努力 谢谢蒋大姐 谢大哥 你们的焦白很好吃 我一个山西人从小不吃焦白 以后我希望我们家的菜谱上 也多上焦白 也有焦白 好的 采访即将结束时春雷香气 外面下起了雨 蒋良真说 原本多雨的江南 今年雨水不多 这是一场西雨 午外 稀稀利利的雨水润泽大地 蒋大姐和谢大哥脸上 也挂满了笑容 春雷想万物长 他们迎来的将会是一个丰收之年